今天的小明话题呢 继续和大家一块来讨论 还是跟这暖气有关系啊 就是个别人不交暖气费 就不供暖 您觉得合适不合适 对于这个话题 我的观点是不合适 大明的观点是合适 那您怎么看 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还有我们俩人的微博 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稍后在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采用精彩的观点 我们下面要说这个事啊 挺危急的 因为在这个温州的燕荡山呢 有一个峡谷非常的险峻啊 叫做险舍门峡谷 吸引了很多游客呢去那探险 可是呢这个峡谷里面 可以说是险象还生 还有几分诡异 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有来自温州的38个旅友 都在这个峡谷里失踪了 昨天下午5点多街道暴走之后 当地立即组织住民力量 人业进山展开搜救 从求助电话信息当中得知 这批旅友都是新昌民间自发组织的 共38人 其中包括两名小孩 随着只携带了三只手电工 原本打算穿越峡谷 但是由于线路部署 离失了方向 时间一纷纷过去 外面的气温越来越低 救人人员只能依靠 微弱的手电筒光 向山中发去信号 只能依靠嗓门 在深山中呼喊 深夜11点左右 救人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多小时 救人人员终于在距离 白岗间不远处的高海拔山上 发现了被困的游客 并准备带他们 从东江澳一处小路下山 由于下山的路非常难走 救人人员只好将他们分成几批 保护并带领他们慢慢下山 凌晨两时左右 第一批三男两女 五名游客被救人人员解救下来 据他们说 山上还有33名被困人员 经济之下 又一批救人人员 带了大量手电筒上站接应 直到凌晨两时40分 又一批游客 在救人人员的接应之下 成功到达山脚 直到凌晨4点50分 最后一批游客也被安全救下 其中包括两名小男孩 最后一批游客 最后一批游客